台中市长林佳龙23号表示 要将BRT改成有行控中心的公车专用岛 引发热烈的讨论 他强调BRT的系统不完全并没有存废问题 只有改造计划 对此先前补贴BRT的交通部则回应 若短期内废除BRT 将影响台中市府后续申请补助的权益 秘鲁在23号传出连环车祸 三台巴士跟一台卡车在秘鲁北部相撞 其中一台巴士断成两半死伤惨重 因为事发地偏远救护人力缺乏 目前秘鲁警方仍在救援当中 经过初步的现场调查 事发原因可能是因为司机不小心睡着 而这一起意外估计大约有34个人死亡 70个人受伤 自从叶门接近团体2014年占领首都总统流亡之后 国内各方势力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联合国安理惠特使在22号的报告当中警告 如果叶门爆发内战 恐怕将会使中东的局势更加混乱 并且呼吁叶门内部各方势力 以和平谈判化解内战的危机 以上新闻由关键评论网提供